好 大家謝謝大家來參加最後一場 壓軸的多元科技領域內的多元共融的講座 那這場最後一場是由我們的RJ 那我們大家掌聲歡迎他 感謝大家來參與這個一場 壓軸我也蠻意外的 對啊 其實底下應該有一些是我派來當條卡的 好 那我們這個議程主要講 Hacking Society的COC誕生秘辛 因為就是我剛好前一陣子轉了一個 就是我們社群在處理一個常常參與與會者的一些事情 對 等一下會講 然後有一些反響 然後有人剛好就是說 是不是可以來請我來分享 然後就好好啊 應該說請我們社群啊 然後我就說那我就出來當代表來講這樣子 對 好 那 我先自我介紹我自己喔 我叫RJ 然後我比較常用的主要的title應該是 武邦圖TW活動這樣 對 不過其實說武邦圖的活動就 基本上都我一個人在包 那歡迎有人要進來跳坑的話就一起來 這樣我就可以退休了 我就可以退休了 對 我就可以抓交替這樣子 好 那除了武邦圖TW這個 這個區域比較缺人 因為也是啦 因為他缺人 所以我必須跳出來用這個名稱 沒辦法推去幕後 對 因為幕後沒有人了 就這樣子 對 好 那除了這個部分之外 我當然還有幫那個MOSTW 做一些就是 做一些contribute 對 然後目前就是主要會跑 Hacking Society的社群 然後跟 Tossack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算是半休止的狀態 那我希望就是下半年 可以把它就是 回復正常的社群聚會 對 但是主要還是會跑那個 Hacking Society的那個活動 對 Tossack希望可以 可以復活啦 對 那 Hacking Society就是我跟 MAT跟幾位社群朋友 是比較核心的參與者 對 那所以我們會就是幫忙 引爆一些事情 那 除此之外我有一個正職在遠傳 對 那當然我知道 我知道YouTube 有跟我同名的一個YouTuber 我不是那個YouTuber 所以你有任何的軍事問題 不要找我 我對那個一跳不通 對 我沒有再打臉名嘴 好 那 所以我先講一下起源 對啊 因為我們原本的 Hacking Society 我們是 並沒有特別去制定一個COC的 就是大家其實是蠻自律的 所以參與的 Hacking Society聚會的 與會者其實都蠻自律的 就是都是一個正常人 對 那 總是呢 會有一些人 會讓我們覺得有點頭痛 但是 他有一些出格的行為 我們卻沒有一個相對應的依據 去跟他講說 不行你不要做這樣的行為 所以我們後來就想一想 就是我們果然還是需要一個COC 去約束我們的與會者 去跟他講說 如果你要來參加我們的聚會 那 你還是需要follow一些rules 對 那如果你沒有follow一些rules 我們只好說對不起了 你 對 就是可能會 不太適合我們的聚會 對 那所以我們 就是決定要來製作一份COC 對 讓我們就是有依據去 要做的事情才有依據 依據這樣子 嗯 那 所以我們就有COC了 你如果說他是XX條款也 沒問題啊 因為沒有錯啊 的確就是因為那個人催生了COC 對 那我們通常依照慣例不就會說 這是XX條款嗎 對啊 比如說什麼反 中天條款還是什麼條款 對 安博和之條款之類的 對 對 那所以說他是XX條款 我覺得也沒什麼問題 對 嗯 好 那當然第一件事情 我們就是會去參考 各社群的既有COC嗎 當然你要直接複製貼上 也不是不行 對 因為有 有那個COC 有專門就是做COC的一個網站 對 然後他也有翻譯 欸 那但是呢 複製貼上並不一定合用啊 對 所以我們就會先列了一些參考 但是 我們可能還是需要調整 因為總之要先看一下合不合用 不合用的話 我們就會需要做一些 屬於我們自己的fine tune 對 那當然我們也參考過了 那個siccon的 然後gdv的 其實python也有 那還有一些那個 open source project 然後他也會有一些COC 然後像inners kernel也有他們的COC 這樣子 對那當然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是 有 等於是有一個範本 然後他有一個多國語言的範本 對 那 除此之外呢 好 就是我們就是會開始起草 對 首先我們就是會有一些 譬如說我們 針對參與社群有什麼 我們覺得遇到的痛點 對 或者是我們希望有些事情 如果沒有發生 或者是有follow會比較好 讓這個聚會更smooth 更friendly的一些point 對 或者是我們對於這個社群的一個聚會的想像 對 比如說我們希望這個聚會是友善的 不要三不五時就問人家說 你為什麼要換工作之類的 嗯 對啊 或者是三不五時貼上 比如說你做 你做那個軟體開發 做錢章開發 三不五時就跟你說 我覺得你很適合去年發科之類的 嗯 就是做這種 就是 牛頭不對馬嘴的話 對 對 我們都知道 當有人一直跟你講這些事情 或者一直在跟你 在跟你judgment你的一些所作所為 對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confused 哪怕這些其實是 對其他人來講說 沒有很care這件事情 對 但是如果一直有人在 在做一些讓你不舒服的事情 你就會很容易就會跑了嘛 對 那就會 就不會想要一直待在社群下去 對 就會想說 新人可能就想 欸我第一次來 我就遇到這個啪啪 然後就覺得這群都是怪看 然後就跑了 所以我們要避免這種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就是社群 給人家的感覺是什麼 我們希望有些事情 不會在我們社群發生 所以我們就是開始 做一些列出來 對 然後去慢慢去收斂 去看看我們 剛剛講的 COC的範本有沒有合適 就把它套上去 然後或是做一些fine 對 於是我們就有一版COC 對那這個COC 目前就是有公佈在網路上 對 糟糕我覺得我現在講一講也才7分鐘而已 好像有點短 不過我盡量啦 對 總之就有一份COC在這邊啦 對 就這份COC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看 那我們有做一些特化 因為 我們 Hacking Society 畢竟就是會在 咖啡廳啊什麼的去聚會嘛 對 那所以我們會特別講到 這也是因為有實際案例 就是我們特別 希望就是 所有的與會者 不要去跟餐廳的人 起衝突 對對對 嗯 對這是我們特別列出來 通常不會特別說什麼 你不要 在會場啊 跟什麼人起衝突 那我們特別列出這一點就是 考量說 畢竟 對於店家來講 我不知道你是新來的還是核心參與者 我只覺得 這群人有人 有人跟我過意不去 然後我可能下次就會 就是多了幾次之後 我可能就會拒絕這個社群 再來我們這個場域做聚會 那 那 所以我們就特別列了這樣一個條款 就是 希望我們的與會者 不要隨便跟餐廳一起衝突 這樣難聽一點 得罪服務生 最好不要得罪服務生 這個事情大家應該都知道吧 哪怕服務生就是 因為Kimoji不好 然後就會在你的料裡面 在你的菜裡面夾料 對啊 簡單的話 輕的話就是這樣嘛 重的話就是 今天就說拜拜 你們都不要來了 對 好 所以我們就有一份COC 然後 就 針對這個COC 對 一開始提到的那個人 去做一些處置 因為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為了他做一個COC 所以我們也就 根據我們的COC做的必要處置 比如說 也沒有秘魯 對 這是因為我們實際是這樣做的 第一個我們就是先公告 然後我們也就是 除了在我們網頁公告 也在我們的SNS平台上面公告 然後 公告了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 就會去 接受到 正式的就是去 接受到其他會眾 對他的一些 反應 因為我們的COC 除了說 有什麼 事情你可以做 不能做之外 我們也有說 當你遇到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可以找誰反應 比如說找我們核心參與者反應 說 我覺得有某一個社群朋友 不是社群朋友 某個與會者 讓我做一些行為 讓我感到很 不舒服 而且是在COC裡面 名列不能做的 對 那我們就會去收集這些事情 對 然後 覺得 是差不多時候了 我們就會先 提醒這個 與會者說 你有一些行為 有點不太OK 有人在反應了 你要不要 看一下COC 再調整一下你的行為 那當然 因為他已經走到最後了 所以就還有中間的步驟 對 中間的步驟就是正式寄了一封信 跟他講說 你明確違反COC的什麼項目 那我們希望你不要做 對 如果你下次再犯 我們這次是先警告 下次再做 你可能就永遠只好 請你不要再出現聚會上面 對 那很不幸的呢 我們之後有問他 看了COC沒有 他就說 沒有時間看啊 不看會怎麼樣嘛 於是最後他就真的跟 又跟店家起衝突 我們之後只好請他 請他不要再出現我們聚會 這個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 但是不得不這麼做 因為 那確實有人因為他 就是 感到不舒服 對 那他也實際上真的跟店家起衝突 所以我們只好這樣做 但我們列了這個COC 不是真的要這樣做啊 事先澄清 雖然是為了他列了這個COC 但不是為了要把他趕出去 對 只是說他最後還是走到這一步了 我們沒辦法 然後 稍微列一下我們的時間走 對 我們就是去年的時候 因為去年開始在恢復聚會了嘛 對 然後開始在確定場地的時候 也開始慢慢的 有一些人在反應 對 就是 社群朋友不太OK 所以 我們就是有 羅列了幾個 比較長數線的聚會 社群朋友 就是 一起來 參與這個COC的制定 還有後續的一些 比如說場地的規劃 或者是活動的規劃 對 不是指 我們招群的核心的參與者 當然不是只是為了產生COC 對 那 再來就是我們就是在4月23 那一段時間 就是開始在找一些COC 可以值得參考COC 剛剛 沒列的不代表不值得參考 只是 那幾個 我們列出來的是比參考成分比較大的 對 那 收集了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也 做了一些發想 就是做了一些超考的發想 對 然後 就弄了一份出稿 對 然後再繼續收斂 然後到了8月底的時候 我們幾個核心的參與者 來針對這個最後 要交出去的版本做review 然後再去做反覆的修正 去做一些字的fine tune 避免說 定得太嚴或定得太鬆 因為這都是需要考量的東西 對 那 直到10月中的時候 我們覺得差不多了 可以open出來 我們才正式的上限 正式的把這個公開出來 對 然後 對啊 你看我們直到了5月 也就是過了 快一年了 就是半年到一年中間 已經過了差不多9個月 8個月 9個月的時候 我們才正式的就是 做出第一份處置 對 那 就是因為中間也是有緩衝起來 也是有一直全倒塌 我們不是說這份COC出來 就要直接把人砍掉 不是 我覺得這樣也太暴力 而且這個COC也是剛出來的 我們 依照法律上來說 我們也不能制定一個新法 然後就用這個新法來處理 在正份法公告前來 就已經犯這個法的人 因為那時候根本就沒有存在這個罪 對啊 所以我們一定就是 針對他新的事情 就是來做相對應的懲處 對 好 那 所以 我們到了5月才公布了這個 懲處的案例 對 那 寫在最後 就是 我們社群攤位在5樓 516 對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過來找我們做一做 那我們也有那個 就是我剛剛講的 暫時 暫停服務暫停 活動暫停即將恢復的那個社群 他 很久之前做了一個 可以當事進步 當那個吹氣球 偷撒娃娃 對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拿 我們這兩天都會在那個位置有攤位 對 那 現在 還 還不到一半的時間 那當然有什麼問題 對 因為其實我沒有預期這個會講很久 對 嗯 欸有什麼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最後那個 翻譯的 你們有跟他溝通 就是 他只要在 這聚會之後 他就自己去參加嗎 呃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 因為我們其實已經先前跟他溝通過好幾次 就是請他不要做 請他看COC 請他確定 他有看COC 對 那直到最後 那個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他跟店家起了衝突 店家直接跟我們說他 他知道我們跟他的問題 所以他直接跟我說他拒絕他 再進來他們店 對 那他既然被店家拒絕了 也就等於是他已經斷開了 來參加我們實體聚會 除非我們換其他地方 對 那我們也覺得這個事情其實很嚴重 那就只好就是跟他講說 喔 對不起 我們已經警告你了 那麼多次了 結果你還是在做 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只好請你不要來 對 對 有跟他講 對 那當然這已經是 已經是最後了 所以我們等於是單方面的 把這件事情傳達 所以我們也 沒有care他什麼回覆 對 畢竟 這是我們單方面要處理的東西 對 我們單方面告知他 因為 因為聚會當中 你是一個 算是一個店家嗎 就是 其實沒有 原先是說 所以你們有發現 你們都會 認真他 後來也有 嘗試要再進去 才進去 我們後來是 沒看到啦 對 後來是沒看到 就沒有 沒有遇到這件事情 對 因為那個店面沒有很小 如果他在門口 試著做這件事情 我們會馬上知道 對 但是就是沒有再遇到他 不管是周圍 的時候也沒看到他 對 我覺得這也是好處 因為我們那時候 的確很擔心 他 有沒有可能做出一些過激的動作 這樣子 有點 嗯 對 怕他擔心他做出什麼 什麼舉止 對 會影響到其他人 對 所以我們的確有 那時候有特別去注意 不過就是那段時間 看起來就沒什麼事 就覺得 應該就這樣子了吧 對 好 那 對啊 什麼時候 要來弄透沙格啊 我這邊差不多了 就看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就看還有沒有人有問題 這樣子 沒有問題的話 那我們先 最後一場一場做提早的見解 是不是可以嗎 可以 好 那我們再次掌聲謝謝 謝謝 謝謝 今天是我們第一次試辦這個 比較軟心一點的療癒的講座 然後主題是在講說 科技領域內的多元跟共融 Diversity and Inclusivity 這兩個比較大的方向 那今年是第一次試辦 所以這次的主題滿多元的 那也謝謝大家 就第一次就這麼捧場 那我們明年也會持續地舉辦這樣的主題 所以如果你有相關的議題 你覺得是跟科技領域有點關係 但是比較軟心一點 跟平等正義族群啊 然後認同啊 性相啊 之類的所有跟Identity有關的事情 都歡迎來投稿我們的稿件 這樣 那我是這次的 就是議程負責人Zoe 那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加我的臉書跟Instagram 我可以留一下 在這邊 OK 然後 可以幫我打開嗎 謝謝 OK 這是我的Instagram 然後 我今天有講一場 就是跟性別主題有關的一個 那個議程 那我的網站也會常常寫一些 跟性別還有心理學相關的事情 那我同時是個心理師 如果可以看到那個我的 我的名字其實有在這邊啦 就這上面 這邊有一個icon是我這樣 很好笑 就我都戲稱 我現在地位跟Google research是一樣的 我自己有一個這樣子 好 那再次謝謝大家 再次謝謝RJ OK好 那大家如果沒有什麼事情 可以去跑跑看其他的議程 好 好 高高总